小林啊,大爷的事情你娘都跟你说了吗? 我点了点头,大爷,您最近碰到什么怪事,该不会是被撞鬼了吧? 刘大爷身为是红白领事会的会长,周围几个村子的丧事都是他负责操办,碰到鬼也很正常,随着刘大爷摇了摇头。 我倒是没有碰到鬼,是我那新娇的徒弟,老叔撞鬼了撞鬼了,我才想请你回来看看。 我好奇地问道,刘大爷,你什么时候收了个徒弟? 啊,是我外甥,大鹏。 我愣了一下,大鹏哥? 刘大爷的外甥,大鹏哥,我是认得的,在这周围的几个村子里很出名,当然不是什么美名。 这个大鹏哥比我大二十多岁,比我爹也就小个几岁,按照年龄,我应该喊他一声书,不过他家和我家有一点远亲关系,按照辈分,我该喊他一声歌。 在农村里就是这样,不能乱了辈分,这个大鹏哥是个懒汉,特别懒的那种,不愿意务农,也不愿意出去打工,整天点儿郎当,有钱就花,没钱就混。 四十多岁的人了,还是一个老光棍? 去了上顿没下顿的懒汉,又有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他? 刘大爷叹了口气, 我这外甥啊,真是没救了,我本来不想理他,但是他爹求到我脸上,我也不好拒绝。 我寻思着,年纪也这么大了,村里的红白事儿,年轻人都不愿意接,可总得有人继承下去,这大鹏不愿意种地,也不愿意去城里打工,不如就交给他,日后有手艺傍身,用饭吃,也不至于饿死。 这个大鹏哥,我对他的印象非常差,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去刘大爷家里找小伙伴玩,当时村里的枣树结满了枣,这些枣树都是天地生长的,没有主人,村里的人谁喜欢吃,自己拿竹竿子打。 其中一棵长得最盛的枣树,就在大鹏哥的门前,当时我和小伙伴看到红葱葱的枣特别眼热,拿了一根竹竿,准备去打点枣,结起馋。 谁知刚来到枣树下还没有动手,大鹏哥就出来了,他训斥我们,这是他们家的枣树,不准我们打。 我的小伙伴不服气,说这枣树是自己长的,又不是他大鹏家的。 大鹏哥仗着自己年纪大,欺负我们这些当时都是小孩,不讲理的,把我们给撵走了。 后来回家,我把这事告诉了我爹,我爹说,大鹏哥可能是想自己把枣打下来,拿去卖钱。 我当时也是这么觉得,可后来我再去找小伙伴的时候,发现大鹏哥门前的枣树下满是已经烂掉的枣。 我这才明白,他竟是懒得把枣打下来,贪婪却又懒惰,我真想不通,他是如何活这么大的,生活的意义又是什么。 更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过去,还是那么烂。 刘大爷说,东边的小炉庄有个老人走了,按照咱们村附近的风俗,上了八十岁的老人要办五天丧,我今天就是从那边过来的。 老人家后天出丧,明天你在家里好好休息,后天一早过去怎么样? 我说行,第三天,我早早地起了床,给宁楠楠噎好了被子,出了卧室门。 来到客厅,我发现娘比我起得更早,她煮好了鸡蛋,还熬了粥。 儿啊,外面天冷,你先吃些东西暖暖身子再去。 我心里非常感动,我记得小时候,娘总是家里第一个起的,为我和我爹做饭。 娘,辛苦你了,娘摆了摆手。 你这孩子说啥呢?这不就是娘的分内事吗? 好了,你赶紧吃,娘再回去睡一会儿,一会儿出门,记得多穿点衣服,别冻着。 快走回卧室的时候,她又回头提醒我。 记得拿点钱,你虽然是过去帮忙的,但怎么也得调研一下。 你们年轻人啊,现在都喜欢手机支付,可这种白事儿,还是现金比较好。 我说知道了,让娘赶紧回去睡觉。 我走路来到了小卢庄,虽然天还早,但屋子里已经传来了哀乐声。 我不知道是哪一家老人过世,寻着音乐就走到了主家。 作为红白理事会的会长,刘大爷早早就到了,他看着我招了招手。 小林,你来了? 我跟刘大爷打招呼。 刘大爷,我先进去调研,一会儿再出来跟你说事。 好,走吧。 主人们的家门前挂着一个空油桶,刘大爷从地上捡起了一个小棍,用力地敲了空桶三下,蹦蹦蹦。 这时通知主家有人前来调研了。 很快,主家人的院子里传来了哭声,我走了进去,只见屋子里搭着灵棚,棚子前后用一块油毡布隔着。 棚子前摆着贡桌,上面放着续者的黑白照片,还有香炉以及各种贡品,长明灯通明。 棚桌的前面靠西,铺着一张长方形的垫子,垫子上跪着一排披码带笑的男人,按照传统习俗,有理到外应该分别是儿子、侄子、孙子。 这些男人都是低着头哭着,他们哭得十分凄惨,有的在喊俺的爹呀,有的在喊俺的叔啊,还有的在喊俺的爷爷呀。 在油毡布隔开的后棚里,还传来了女人的哭声,按照我们这里的传统习俗,后棚里摆放着逝者的棺材,由家中的女眷陪伴。 在我的身边还站着一个男人,这人也是红白理事会的,他是负责给前来吊咽的宾客喊话的。 他问我是跪拜还是鞠躬,我说鞠躬,他扯着嗓子喊了起来。 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 随着他的喊声,我鞠了三次。 他又扯着嗓子喊。 家属谢了! 这是让家属答谢的意思。 大概是看我年纪比较小,逝者的孙子走到我面前,给我跪下磕头答谢,我赶紧拉住他,说不必了。 我去旁边的屋子里,那里有张桌子,旁边坐着两个红白理事会的人,这俩人一个收钱,一个记账。 上仗后我走了出去,再次找到刘大爷,我奇怪地问,哎,刘大爷,怎么就你一个人,大鹏哥呢? 大鹏哥跟着刘大爷学记忆,没理由师父在徒弟不见了。 刘大爷叹了口气,满脸的恨铁不成钢。 哎,打电话打不通,过磨着又睡着了。 我对刘大爷说,这种人您要是教不了就别教了,反而让自己生一肚子气。 刘大爷犹豫了一下,毕竟沾亲带库的,我和他爹关系还是很好,还是再教教吧,他要是真的不愿意学,我也不强教。 刘大爷这么说,我也不好意思地继续这个话题了。 刘大爷,上午出丧,还是下午出丧? 上午,他家里还有一个老婆婆,按照习俗,逝者的母亲或者妻子在世,就上午出去。 如果逝者的母亲或妻子都不在世了,则是下午出去,上午出丧,不能赶到中午头。 怪不得,刘大爷让我早点来。 不过一直遇到怪事的是大鹏哥,他不来,这事怎么处理? 刘大爷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懊恼地说道, 我给大鹏的父亲打电话,把那个小子给我踹过来。 半个小时后,我看到大鹏跑了过来,他还是当初那个模样, 衣服破破烂烂的,头发油油腻腻的,也不知道几天没洗了。 最让人无语的是,他裤子的拉链竟然没有拉,露出了红色的内裤。 这刘大爷没好气地问道, 今天主家出丧你不知道,这么晚才来。 大鹏哥嬉皮笑脸, 师父不好意思啊,脑中没电了。 这明显是借口,刘大爷真是气得蹊跷生烟。 先把你拉链拉上, 你,你怎么穿了红色的泪, 这是犯忌讳,你知不知道。 大鹏哥赶紧把拉链拉上, 然后压低声音说道, 师父啊,红色辟邪啊。 听到红色辟邪这四个字, 刘大爷恨不得踹大鹏两脚。 辟邪,辟邪, 你他娘知不知道, 要是让主家看到你穿红的来, 用棍子把你打出去你信不信。 大鹏哥仍旧是满脸浪荡样。 没事没事, 那口穿在里面, 别人也看不见啊。 别人看不见, 那你刚刚不拉拉链算什么? 第374集 大鹏哥看到了我十分惊奇。 哟,这不是小林子吗? 这么多年没见了, 听说你现在混出人魔狗样了。 是不是该请大哥喝酒续续救我? 我恨得牙痒痒。 我跟你没啥好就续的。 说实话, 我现在想转身就走, 刘大爷拉住了我。 别看这小子一般见识。 他训斥大鹏哥, 你不是老说丧事碰到鬼吗? 小林子是来帮你驱邪的。 大鹏哥一脸不屑。 就他, 我怕真碰到鬼, 他比我跑得还快呢。 我当时就怒了, 准备甩袖就走, 刘大爷在旁边给我打眼神, 让我息怒。 长辈的面子还是要给的, 我就当没有听见。 当然这事不会就这么轻易过去。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我不是君子, 我今天就要报仇。 待会儿不管有没有鬼, 我都得好好下下大鹏哥。 这老人家的丧事已经持续到了第五天, 该调研的人基本上早就来调研了, 一上午也没来几个人。 刘大爷和主家的人商量好了, 十点出丧。 我虽然经历过爷爷的丧事, 但当时年纪尚小, 印象已经不深了, 对于传统的殡葬文化, 其实我也不怎么了解。 传统的殡葬文化, 现在只能从农村里见到, 城市里要求精简办丧, 摒弃陋习, 大家基本上都是去殡仪馆居个宫告别, 就算完事了。 到了时间点, 村民们都从家里出来, 做最后的告别。 刘大爷恨铁不成钢地对大鹏哥说, 我再教你一遍, 今天你可得好好看着, 回去我靠你。 大鹏哥满脸的不情愿, 知道了知道了, 我一定好好学。 刘大爷拿了一块白毯子, 这是垫在膝盖下磕头用的。 按照我们这边的规矩, 临别前女婿是要作医的。 作医的规矩很多, 有三扣六扣和九扣, 每一片区域的口头方式还不相同。 旧时候大家都懂, 但是这个时候, 懂得作医的实在是不多了。 为了避免出丑, 现在都是有红白理事会的人, 拿着一个毯子在一旁指导, 毯子放在哪儿, 就在哪儿跪, 让你扣几个你就扣几个。 刚刚敛财记账的, 打电话叫来了一群壮劳力, 这些人是来抬棺材的。 这主家给过世老人用的都是上好的木头棺材, 这种棺材很沉, 最少需要十个人以上才有可能抬得动。 这些人都是红白理事会的成员, 抬棺材这种事儿可谓是轻车熟路。 他们准备了四根长绳绑在棺材上, 这是一会儿下葬时放棺用的, 准备就去, 等到时辰, 开始出丧。 刘大爷先是高声一嗓, 出丧了! 随即守在棺材旁边的女眷们, 开始放声痛哭, 有的死死抱住棺材, 有的则是双手拍地, 甚至是拿头撞地。 在传统的殡葬文化中, 有一种词叫做丑笑, 意思是你哭得越丑就越孝顺。 刘大爷等女眷们哭了一会儿, 来到林鹏的面前, 让老人家的男子们全部起身。 这些男子的手中有一根棍子, 棍子上扎了白条和白花, 这根棍子叫做引路棍, 而两个作用, 一是引导逝者的灵魂前去安葬的地点, 第二个是下走路上前来围观的小棍, 按照殡葬文化的要求, 这从出桑到棺材入土, 这棍子是不能离地的, 也就是说, 走的时候要拖着棍子走。 在刘大爷的带领下, 以老人家的儿子开头, 后边跟着侄子和孙子, 一行人先于棺材走出大门, 三步一扣手, 一直扣到前来送葬的村民面前。 其实这一步已经简化了很多, 我记得爷爷过世时, 刘大爷也是带着我们挨家挨户的扣头, 把我裤子都磨破了。 扣完头后, 刘大爷又高喊一声, 不过这次我没听清楚他喊的是什么, 大概是通灵堂里的人们可以抬棺了。 果不其然, 棺材被抬了出来, 男人们走在前面, 女婿们走在后面, 同样被抬出来的还有一个举具的祭台, 这个祭台和男人们手中拿的引路棍, 最终都会扔进坟坑中, 随棺材一同下葬, 棺材很重, 当然不可能是人工抬到下葬的地方, 一辆小拖挂车早就在村子的主干道尽头等待着。 在棺材上车之前还有最后的祭拜活动, 参加祭拜的是老人家的女婿, 孙女婿, 直女婿们, 只见红白理事会的人把祭台摆下, 然后刘大爷拿着白色的小毯子放在祭台前面。 女婿们一个个的开始作衣, 每扣完一个, 跪在一旁的男人们便磕头回礼, 等所有女婿作完衣, 台关的劳力们便将棺材抬上了车。 随后, 女婿们走在最前面, 直系男人们紧随其后, 往后是女婿们, 拉棺材的车走在最后。 一路上车上放着挨月, 刘大爷还时不时喊上两句哀嚎, 就这样, 一直走到了主家的田地里, 坑已经挖好了, 就等棺材下葬了, 棺材入土, 引路棍同样扔了下去, 纸巨的祭台有些大, 不方便入土, 一把火都给烧了。 我在周围还见到了一堆指挥, 这应该是前两天主家给老人烧的贡品, 在我们这儿, 为了让老人去阴间方便, 会提前烧一匹芝麻, 在黄泉上引路用。 在填上土之前, 要做最后的告别, 所有的亲属, 男子顺时针, 女子逆时针, 绕着棺木三圈, 然后亲属离场, 开始填土。 填土的过程中, 家属是不能在场的, 要原路返回。 等家属们走光了, 我发现了一个意外的事情, 大鹏哥不见了, 该不会是半路溜走了吧? 我拉住正在挥舞铁仙, 填土的刘大爷。 哎, 大鹏哥呢? 刘大爷停下手中的活, 往四周看去, 他也没有找到大鹏哥的踪迹, 他怒气冲冲地扔下铁仙。 这个臭小子, 真是气死我了。 大鹏哥不见了, 刘大爷和我的想法很一致, 这个懒汉, 估计嫌麻烦, 在大家都在忙碌出丧时, 自己跑掉了。 刘大爷非常生气, 这次就算他爹来求我, 我也不叫了。 我颇感无奈, 有些人呢, 性格使然, 自己没有上进心, 就算碰到了机会, 遇到了贵人, 也是扶不起的阿斗。 一个人想要成功, 最起码的得有上进心。 我问刘大爷, 哎, 大鹏哥说自己碰到鬼, 该不会是自己编造的吧? 刘大爷回想了一下, 怒气冲冲说道, 把城市不想跟我学, 编出的借口。 老子这一行干了四十年, 也没见过什么鬼。 旁边的同事们纷纷劝刘大爷, 刘老头, 早就跟你说了, 那个大鹏就是烂泥扶不上墙, 你教他, 早晚得起出心脏病来。 叫是叫是, 您老可得好好活着, 这红白事要是没您带着, 我们这些大老错也弄不了。 刘大爷消了消气, 算了, 别提那个兔崽子了, 咱赶紧把关埋了, 别耽误时辰。 甜土的刘大爷和劳力, 都是我的长辈, 我也不好意思看着他们干活自己在旁边储着, 我拿起一个铁线帮忙填土, 填完土, 刘大爷几个人给坟堆了个包, 这就算是完事了。 现在不提倡礼杯, 就算礼杯按照传统习俗, 也是三年之后的事情, 如此一来, 就算是完事了。 我跟刘大爷告别, 准备回家, 刘大爷满脸羞愧地拉住我, 小林啊, 是刘大爷对不住你, 耽误你时间不说, 结果还闹了笑话, 这样, 刘大爷做东, 请你吃顿饭怎么样? 这刘大爷家里的情况, 昨天爹跟我说了, 刘大爷的儿子生了病, 家里条件略畅, 如果刘大爷要请我吃饭, 一定要拒绝。 我客套了两句, 说不了不了, 哪能让您老请吃饭呢? 这刘大爷不一, 说什么都要请客吃饭, 否则啊, 他得愧疚好一阵子, 以后没脸和我爹见面, 我拗不过, 也不敢忘了老爹的叮嘱, 于是我灵机一动。 刘大爷, 这样吧, 我听我爹说啊, 每逢冬天, 您都会晒一些腊肉, 味道是香里最好的, 他可爱吃了, 咱也别下馆子了, 您回家拿几块腊肉, 去我家里吃, 我让我娘做菜, 喊上我爹, 咱仨再喝一顿。 刘大爷寻思了一下, 知道我是不好意思让他老人家请客, 点头答应了, 行, 我回去把家里过年剩下的腊肉都拿过来, 让老林好好饱饱口福。 那行, 我先回去给我娘说一声, 多做点菜, 咱中午见。 回到家, 看到宁男的在院子里晒太阳, 我走过去张开手, 想抱抱自家的媳妇, 谁知东屋里烧水的娘看见, 赶紧把我推开, 她怒气冲冲地问我, 你刚从做白事的地方回来, 离这男男远点, 小心把晦气带给肚子里的孩子。 我满脸的委屈, 娘, 哪有什么晦气啊? 我话还没说完, 这娘劈头盖脸的质问我, 压经纸烧了吗? 所谓压经纸, 就是人在办完丧时候, 拿着一摞纸钱, 去自己家过世的亲人坟头上烧纸, 让仙人给你压经, 去晦气。 一般来说, 只有参加白事的女人才需要这么做, 因为女人天生阴气重, 容易沾染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但如果男人家里有孕妇, 病重的老人, 也应该烧一烧压经纸, 我提醒娘, 娘, 你是不是忘记我是干嘛的? 我有没有沾上不干净的东西, 我心里清楚, 娘摆了我一眼, 那也不行, 这是老祖宗的规矩, 快去烧纸。 行行行行, 我知道了, 我拗不够我娘, 取来纸钱, 准备去压压经。 第375集, 当然, 我可不会跑到祖坟去, 路途遥远, 十字路口也是可以的, 出门前我跟娘说, 娘, 刘大爷一会儿过来吃饭, 您多做几个菜。 娘答应了下来, 我就去路口烧纸了, 说到烧纸, 在传统文化中, 也是有讲究的, 烧纸之前, 得准备一根小棍, 这个小棍, 一来是翻动纸钱, 二来是在地上画圈, 具体的步骤是这样, 首先用小棍在地上画个圈, 最好把接收纸钱的过世亲人的名字写在里面, 随后, 在这个小圈的旁边, 再画一个小圈, 烧纸时, 先在小圈里烧上几张, 这几张纸钱, 是烧给周围孤魂野鬼的, 免得跟过世亲人烧纸时, 他们过来抢, 等小圈里的纸钱灭掉, 才能在写有过世亲人名字的大圈里烧, 烧完了纸, 我回到家, 发现刘大爷已经到了, 娘的手里提着几块腊肉, 不过看刘大爷的表情, 似乎有点不对劲, 娘看着我, 赶紧喊道, 儿啊, 你快过来, 刘大爷找你有事, 娘的表情也很严峻, 像是出了什么事情, 我急忙走上前问刘大爷, 您这是出什么事情了, 刘大爷满脸焦急, 大鹏了, 你大鹏更不见了, 我很奇怪, 大鹏哥在出丧的时候, 不就已经不见了吗, 刘大爷更是着急了, 哎呀, 我本以为那小子偷懒跑掉了, 刚刚回到村后, 我拿着腊肉往这儿赶, 路过大鹏家的时候, 想要进去训斥的两句, 结果这小子家里门敞着, 确实没有人, 我问了邻居, 说大鹏上午接了个电话, 匆匆忙忙就跑了, 连门都忘了锁, 上午的电话, 那是刘大爷打的那头, 也就是说, 大鹏哥并没有回家, 我并不以为意, 说不定他跑哪儿去玩去了, 刘大爷神情凝重, 这小子势赌成性, 平时兜里有点钱, 就和村里的几个地皮无赖一起打牌, 他爹把孩子交给我的时候, 叮嘱我看紧点, 让他戒赌, 我跑去他平时打牌的地方去抓他, 结果也是没人, 那几个村匹说大鹏今天压根就没来, 说到这儿, 刘大爷从兜里掏出了一个手机, 手机上沾满了土, 这是大鹏的手机, 是在我来你家的路上老李给我的, 刘大爷口中的老李, 就是上我跟我们一起干活的红白理事会成员, 我问刘大爷, 手机是从哪儿捡来的, 出丧的路上, 鹏哥的手机是从出丧的路上捡到的, 这就奇怪了, 出丧的时候他明明不在场, 我问刘大爷, 你有没有问过出丧是福旧的人, 见没见过大鹏哥, 刘大爷使劲拍了拍大腿, 十分着急, 问过了, 问过了, 大家都说没见到大鹏, 都没有见到过, 我想到了另外一种可能, 刘大爷, 你说有没有可能, 是别人拿了大鹏哥的手机, 又不小心掉到了万路上, 我再说拿了两个字时, 特意加重了语气, 刘大爷急忙摇头, 不可能不可能, 这些人我都很熟悉, 他们不是那种偷东西的人, 更何况, 你看看大鹏的手机, 我们这些老年人都不用了, 偷他有什么用, 卖不了几个钱, 还真是好几年前的手机, 就算是卖给二手商, 估摸着, 人家一百块钱都不肯给, 刘大爷紧张地说, 这该不是失踪了吧, 要不要报警, 一个成年人失踪没几个小时, 警察应该是不会处理的, 听我这话, 刘大爷有些害怕, 小脸, 你说大鹏该不会是真撞鬼了吧, 现在我也有些怀疑, 不过以大鹏哥的性格, 真话假话无误开, 不能轻易下结论, 我问刘大爷, 大鹏哥有没有跟你说过, 他撞鬼的情景是什么, 刘大爷点了点头, 说过, 他说隔壁小孔庄的孔老头, 阴魂不散老是缠着的, 这附近是有一个小孔庄, 红白礼事也是由刘大爷负责, 刘大爷, 您具体跟我说一说, 您难难请刘大爷进屋说, 这个季节外面还是挺冷的, 进了屋, 刘大爷向我讲述, 一个小半月前, 这小孔庄的孔老头病逝了, 当时大鹏刚来找我学医, 我就带着他, 一块去给孔老头办了丧事, 从那天开始, 大鹏说他见到了鬼, 当时我是不信, 我就问他鬼长什么样子, 他说跟孔老头长得一模一样, 这时娘在旁边插了一句, 刘大哥, 你口中的这个孔老头, 是不是叫孔武? 刘大爷点点头, 对对对, 就是这个名字, 我好奇地问, 娘, 你认识这个孔老头? 倒算不上是认识, 只不过邻居们聊闲话的时候, 说过这个人, 娘轻轻叹了口气, 这个孔老头也算是个可怜人, 家里有三个儿子四个闺女, 可没一个小子, 他生病以后像皮球一样被儿子闺女踢来踢去的, 没有一个人好好照顾他, 娘感叹道, 以前呢, 穷的时候大家都说养儿防老, 恨不得多生几个, 可等老了之后再看呢, 其实啊, 并不是这么回事儿, 孩子多了, 不孝顺有什么用? 我孝着安慰娘, 娘, 你不要谈气, 我可是个孝顺孩子, 不会像他们一样, 娘也孝了, 知道你孝顺, 别夸自己了, 也不怕刘大爷笑话你, 他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咱村里的孙大娘, 是小孙庄嫁过来的, 他们私下里跟我说, 孔老头特别恨自己的孩子, 都要咽气了, 也不交代自己银行卡藏在哪里了, 他说啊, 就算是带进棺材里, 也不把自己存的那点钱, 留给不孝子, 我吐槽道, 这人死了, 后代是可以拿着死亡证明, 还有户口, 去银行取钱的, 这老头就算不说, 他孩子也能拿到啊, 娘感叹说道, 谁说不是呢, 孙老头也是生气啊, 这时候, 一旁的刘大爷忽然开口了, 你们可能不知道, 刘老头的孩子们去银行提钱, 发现, 刘老头卡里的钱被人贴走了, 老大怀疑是老二去的, 老二怀疑是老三, 几个孩子相互猜疑, 都吵翻天了, 卡里的钱不见了, 集合大鹏哥撞鬼和失踪两件事, 我想到了一种可能, 钱会不会是被大鹏哥给驱走了, 这不可能吧, 他怎么可能去把钱驱走, 听到我这么猜测, 刘大爷舍劲的摇头, 我也只是猜测, 但既然大鹏哥说他撞到的鬼是过世的孔老头, 总要去确定一份, 见刘大爷着急, 我们连中午饭都没吃, 我开着车, 带着刘大爷前往小孔村, 我们来到孔老头大儿子的家里, 当初孔老头出丧, 就是给他家办的丧事, 大门虚掩着, 挡不住院子里的吵架声, 老大, 肯定是你把老头子的钱取走了, 我跟你说, 这钱除了你, 我和其他的五个兄妹也有份, 你可不能独吞了, 另一个男人怒气冲冲地反驳, 放你他娘的狗屁, 老头子的丧事, 我忙前忙后跑, 哪有时间去银行取钱, 再说人家银行不是说了吗, 钱是从ATM机取走的, 没有卡, 怎么可能从ATM机取钱, 我从头到尾, 就没见到老头子那张卡, 我听明白了, 这是孔老大和孔老二在吵架, 刘大爷干咳了两声, 这俩人听见动静回过头来, 在这附近的几个村里, 刘大爷是德高望重的长辈, 孔老大和孔老二见了也赶紧打招呼, 哟, 刘大爷, 您怎么过来了, 刘大爷开了口, 你们两个先别吵了, 我问你们件事, 你们有谁见过我那个不争气的徒弟吗, 孔老二反问道, 大鹏, 我昨天见过他, 刘大爷愣了一下, 昨天什么时候, 晚上, 孔老二脸上的表情很奇怪, 昨天晚上, 我去找吊在地头里的锄头, 结果看到有人在我爹坟前烧纸, 看背影是个男人, 我还以为是老大或者老三, 谁知走近一看, 是大鹏, 我问他为什么要烧纸, 大鹏脸色慌张, 说梦到我爹了, 就过来烧纸祭拜一下, 不等我问第二个问题, 他就跑了, 听到这话, 我之前的猜测, 十有八九可能是对的, 大鹏哥若是没有做亏心绪, 怎么可能会夜里给孔老头烧纸呢, 我对刘大爷说, 大爷, 咱们去孔老头的坟上看看, 刘大爷说好, 孔老头的两个儿子不明白, 你们上我爹坟上做什么, 我没有向他们解释, 只是让他们一起跟着, 说不定可以解决他们争吵的问题, 就这样, 我们四个人一同前往, 还没走到呢, 远远看到一个人躺在田地上, 因为是在白天, 事业好, 我们刚刚走到孔老二的农田旁, 就看到有个人躺在坟头上, 我视力比较好, 先是看清了这个人的穿着, 这不是失踪的大鹏哥, 还会是谁? 大鹏哥被倚在坟头上, 双手张开, 腿紧紧地贴着地面, 好似被人用一根看不见的绳子给绑住了, 他也看到了我们, 离得好远就大声喊道, 救命啊, 救命啊, 快来救救我, 刘大爷是着急地跑过去, 我怕他在田地里摔倒, 也紧忙跟上, 我们两个跑到大鹏哥的面前去, 孔老大和孔老二也追了上来, 孔老二问道, 大鹏, 你怎么来我爹分钱了? 大鹏哥哭丧着脸, 你以为我想来啊, 是你爹硬着把我拽过来的? 这孔老大生气地训斥道, 你瞎说什么, 我爹已经过世了, 大鹏哥脸上带着泪花, 我知道他过世了, 可他变成了鬼啊, 他哀嚎着, 孔老头, 孔爷爷, 我错了, 我错了还不行, 求求您放过我吧, 这孔老大孔老二面面相去, 我拍了拍大鹏哥的肩膀, 别好了, 我问问你, 孔老头的银行卡, 是不是你拿的, 钱是不是你取的? 大鹏哥打了一个哆嗦, 用害怕的眼神, 看我身后的孔老大和孔老二, 这两兄弟先是对睡眼, 随即看向大鹏的眼神, 怒火冲冲, 原来是你取的, 大鹏哥哀求道, 你们先救救我, 这事都把我救出来再说好不好, 孔老大肚子里憋着火, 伸手抓住大鹏哥的衣领, 想把他从坟头上拽起来, 他是个健壮的汉子, 又怒火中出手, 手上的劲肯定不小, 只听呲拉一声, 大鹏哥露出了前胸, 他的衣领被孔老大给扯碎了, 这下连孔老大也愣住了, 他嘟囔了一声, 什么破衣服, 质量这么差, 这并不是衣服质量差的问题, 刚刚孔老大在抓大鹏哥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细节, 自识之中, 大鹏哥的后背和双臂都没有离开坟头, 我俯视下身子, 握住大鹏哥的肩膀用力一拉, 他的身子好像是被钉在了坟头上一样, 丝毫不动, 刘大爷也过来帮忙, 抓住了大鹏哥另外一个肩头, 和我一起用力, 大鹏哥痛得是哇哇大叫, 第三百七十六集, 轻点轻点, 你不轻点, 我胳膊快断了, 没办法, 我和刘大爷只好松手, 孙老二在一旁问道, 这家伙怎么回事, 怎么动不了, 刚刚碰到大鹏哥的时候, 我对他身上感受到了殷勤, 我激活手心中的地府鬼印, 一股股暖流, 从我的手心涌入了我的双眼, 借助地府鬼印的力量, 我看到了鬼, 一个穿着兽衣的老头子, 正坐在大鹏哥的身上, 这是鬼压身, 很多人都经历过这种经历, 半夜熟睡的时候, 忽然醒来, 却发现自己的身子动弹不得, 不管你拼命挣扎, 还是无法醒过来, 要过很久, 身体才会有所反应, 有人说这是鬼压床, 又叫鬼压身, 其实不然, 半夜忽然动弹不得, 其实可以用科学道理来解释, 人大脑睡着时, 不光大脑需要休息, 身体也需要休息, 人忽然惊醒, 大脑重新恢复了运作, 但此刻身体还没有缓过劲来, 所以无法接受大脑的指令, 真正的鬼压身, 是像眼前大鹏哥这样, 被鬼坐在身上, 犹如是泰山压地, 身体哪怕一根手指头都动弹不得, 想要把大鹏哥救下来, 就必须得把身上的孔老头请开, 如果换作是一只恶鬼, 我肯定直接打开地狱这门, 把他给扔下去, 可这事是大鹏哥有错在心, 我可不能助这为虐, 我对大鹏哥说道, 孔老头现在就坐在你身上, 大鹏哥使劲地打了个哆嗦, 哭丧着脸, 我说身上咋这么冷啊, 他哀求我, 小脸, 听说你对真鬼很有一套, 快来帮帮大鹏哥, 帮他孙老头请走吧, 我反问他, 你上午拍说, 要是真碰见鬼, 我跑得比谁都快吗, 我那不是开玩笑的吗, 小脸, 你可千万别当真, 我本想再给他点教训, 刘大爷在旁边拉拉拉我, 小脸, 你就出出手帮帮他, 大鹏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也不好向他爹交代呀, 刘大爷的面子, 我还是要给的, 我绕到孙老头面前, 孙爷爷, 这大鹏哥虽然得罪了你, 但不至于为此丧命, 您开个条件, 怎么才能放过他, 孙老头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你能看见我, 我直接表明了身份, 我是守夜人, 按照规矩, 我应该把您直接送到阴间, 但这事, 毕竟是大鹏哥有错在先, 您就开个条件吧, 孔老头犹豫了一下, 大概是忌惮我守夜人的身份, 点了点头同意了, 让他把钱还回来, 我就放过他, 孙老大有些害怕地问我, 兄弟,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呢? 你爹, 孔老大和孔老二面面相去, 我好奇地问孔老头, 我听说你七个孩子都不孝顺, 把钱要回来, 分给谁呢? 孔老头冷哼一声, 谁都不给, 在我分钱烧了, 有件事我弄不明白, 开口问道, 我听你两个儿子说, 他们兄妹几人, 都没有见到您的银行卡, 这大鹏哥怎么得到的, 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密码呢? 孔老头恨恨地说道, 我死之前, 把银行卡还有密码都藏在内库里了, 当时我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洗澡, 我寻思他们虽然不孝顺, 但毕竟是我的孩子, 谁肯在我下葬前给我擦擦身子, 这点遗产就留给谁? 说到这里, 孔老头忽然哭了起来, 这群白眼狼没有一个给我擦身子的, 他们嫌我丑, 嫌我脏, 宁可花一百块钱请这小子给我擦, 也不肯亲自动手, 他磨了磨眼泪, 我老婆子走得早, 是我一把石一把尿, 把他们兄弟亲人抚养长大, 没想到老了会是这样的结果, 他们不给我看病也就罢, 很想抢我那点遗产, 做梦, 这孔老头咬牙戒指, 小子, 你把钱给我要回来, 你把烧干净, 孔老大和孔老二问我, 他们爹究竟说了什么, 我没有隐瞒, 把孔老头的话一五一谁的, 说给了兄弟二人听, 两人听后是羞愧难当, 都撇头, 不敢去看大鹏哥所在的方向, 过了一会儿, 老大先跪了下来, 冲着他爹所在的方向, 光光光的磕了三个响头, 爹, 还不笑, 知道错了, 看见自己大哥的动作, 孙老二也是跪了下来, 同样光光光的三个响头, 爹, 老二也知道错了, 我和大哥, 还有其他的几个兄妹, 一定会好好给您守笑的, 您就原谅我们吧, 我看这二人都露出了一丝冷笑, 这兄弟二人是真的知道错了吗, 我看不是, 他们是在演戏, 想让孔老头改变主意, 我把头撇到孔老头, 只见孔老头对着兄弟二人狠狠地吐了一口痰, 这种什么大孝子, 老子活着的时候你们都不伺候, 人都死了, 受个屁笑, 小子, 你别听他们的, 把钱给我统统烧了, 一分钱都不给他们留, 这孔老头心意已决, 我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我问大鹏哥, 钱哪, 直到这时候, 他还在面前装傻虫了, 钱什么钱,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懒得理他, 右手掌心往他额头上使劲一拍, 大鹏哥哎呦惨叫一声, 十分恼火地说道, 你陪我说什么, 我训斥他, 睁开你的狗眼, 好好看看, 这大鹏哥睁开眼睛, 随后恐惧地打了个冷战, 他的嘴唇不停地颤动, 牙齿上下打架, 孔老头, 他拼命地挣扎, 身体却是动弹不得, 大鹏哥使劲地哀求我, 快给我弄下去, 小莲, 快把他弄下去, 我用讽刺的语气对他说道, 孔爷爷说了, 你把偷他的钱还回来, 他就放过你, 大鹏哥的表情快哭了, 没钱了, 没了, 我真是被他气得哭笑不得,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不还钱, 命都不要了, 大鹏哥哭丧着脸说道, 真没钱了, 我把钱都输了, 一旁的刘大爷愤怒地问道, 你偷了人家的钱, 去赌博了, 大鹏哥哆嗦着说道, 我欠了别人一笔钱, 本想着用老头的钱做本, 多赢点把欠债补上, 谁知道运气不好, 全输光了, 赌博哪有什么运气, 只要敢赌就会输, 我看向孔老头, 孔爷爷, 你也听到了, 你的钱, 已经被大鹏哥输光了, 要不, 咱换种别的法子惩罚他, 我本以为孔老头会同意, 没想到, 他斩钉截铁地说道, 不行了, 我就要他还钱, 孔老大和孔老二, 虽然听不见孔老头的话, 但从我和大鹏哥的话中, 能猜到大概, 二人异口同声地说, 那是我们家的钱, 快还钱, 我鄙视地看了两兄弟, 这俩人还抱着老头会改变主意, 却不知老头子对他们兄妹欺人虚妄至极, 心灰意冷, 我问大鹏哥, 有谁能进钱, 先把老爷子钱还上, 否则, 他可是不会离开的, 大鹏哥面色发白, 看向一旁的刘大爷, 刘大爷脸色当即就变了, 别看我, 我儿子生病还缺钱呢, 大鹏哥哭诉, 刘大爷, 您就行行好吧, 没人会借给我钱的, 说来还真没有, 有谁会把自己辛辛苦苦挣到的钱, 借给一个懒汉家毒鬼, 懒等于挣不到钱, 毒等于留不住钱, 把自己的钱借给大鹏, 和拿钱打水漂没有任何区别, 至少打水漂还能听见声响, 我对刘大爷说, 通知大鹏哥的父亲吗, 让他家里人自己想办法, 刘大爷点了点头, 说行, 大鹏哥确实不干了, 别别别, 千万别给我爹打电话, 他要是知道我又赌博了, 还偷了钱, 会把我腿打断的, 我讽刺地说道, 腿打断了, 总比没命地强, 刘大爷, 你不用赶他, 打电话吧, 刘大爷掏出手机, 给大鹏哥的父亲打电话, 把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说给他听, 紧接着, 手机听筒里传来了怒骂声, 刘大爷好心劝说着, 然而很快, 电话就挂掉了, 我问刘大爷, 大鹏哥的父亲怎么说, 刘大爷满脸无奈, 说他没有这个儿子, 大鹏哥能混到父子不相认, 真是咎由自取, 这下麻烦了, 连大鹏哥的父亲都不管他, 还有谁会借给他钱呢, 这老大忍不住了, 跑到大鹏哥面前焦急地问道, 我的银行卡里到底有多少钱, 大鹏哥嘴嘴呜呜, 就是不肯说, 刘大爷恨铁不成钢地骂道, 你还有什么好蛮的, 你到底拿了人家多少钱, 人家老头, 话成鬼头不肯放过你, 大鹏哥被问的实在是没有办法, 只能承认, 他眼神闪躲, 一万, 一旁的老二不愿意了, 别说假话, 前两年, 我爹住的那些枣树砍了还卖了三万块钱, 肯定不值这钱, 这老大更是气得想踹大鹏两脚, 可刘大爷被他气得大哆嗦, 说实话, 四万, 刘大爷伸出手指头戳大鹏哥的头, 四万块呀, 这么多钱你怎么眨眼间就收光了, 我让刘大爷先别激动, 大鹏哥还是没有说真话, 大鹏哥骂我, 你别诽谤我, 就是四万块, 我反问他, 你知不知道, 人在撒谎的时候, 眼睛是会眨的, 这句话是我骗大鹏哥的, 但他听到后下意识地睁大眼睛, 这分明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我之所以知道他在撒谎, 是因为我在看, 坐在他身上的孔老头, 在听到四万块后, 恨不得伸手把他掐死, 孙老大忍不住了, 蹲下身子揪着大鹏哥的头发, 愤怒地吼道, 说实话, 你说不说实话, 大鹏哥疼得眼泪都快掉出来了, 我说, 我说, 十万块, 这次, 看来是真的了, 第三百七十七集, 老大和老二眼睛更红了, 快点把钱还回来, 那是我们的钱, 大鹏哥是不停地求饶, 我真的钱都输光了, 至少一分钱都没有, 你们就饶了我吧, 我实话跟他说, 你求他们没有用, 你应该求的, 是坐在你身上的孔老头, 大鹏哥赶紧开了口, 孔爷爷,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不该偷你的钱, 也不该把钱取出来, 去赌博, 您大人有大量, 在乡肚里能征船, 您放过我吧, 谁知这孔老头把头一扭, 分明是拒绝了, 有何, 这倔强的老头, 刘大爷问我, 这孔老头同意了吗, 我摇了摇头, 然后问孔老大和孔老二, 你爹生钱, 是不是特别的倔, 两个儿子只脸头, 是啊, 我爹生钱可倔了, 但凡是他认准的事, 三头毛绿都拉不回来, 我也看出来了, 我对他们说道, 孔爷也不同意, 如果大鹏不把钱还给他, 他是不肯走了, 大鹏彻底是吓坏了, 眼泪鼻涕是哗哗的流, 那怎么办啊, 我真的一分钱都没有了, 我甚至连明天吃饭的钱都没有, 大鹏哥用可怜巴巴的眼神望着我, 小林, 听说你在城里混得特别好, 十万块钱肯定拿得出来吧, 求求你, 救救我吧, 十万块钱, 对于我来说, 的确不是太大的数目, 但我凭什么帮他, 这家伙在求我的时候, 连何时归还都不提, 我平静地说道, 那是你的问题, 反正我是不会帮你出这份钱的, 刘大爷欲言又止, 看了我一眼, 然后又闭过头去, 他老人家想必是明白我是认真的, 我的确没有必要把这钱借给大鹏哥, 他狠狠地叹了口气, 作孽呀, 我不忍心让刘大爷太为难, 又与这孔老头交涉了一下, 孔爷爷, 我也理解你的心情, 可你毕竟已经过世了, 该去阴间报道, 你若是在阳间逗留太久, 生死博上的罪孽可是会加深的, 如果您执意让大鹏死, 那您的罪孽就更重了, 到时候您会变成恶鬼, 若是被鬼拆抓住, 您可是要去地狱里走一走的, 孔爷爷, 我是守夜人, 地狱里的情形我最清楚, 十八层地狱不管是哪一层, 都得扒皮, 脱骨, 下油锅, 您老何必呢? 我本以为这样会吓退孔老头, 没想到他反而是倔脾气, 激发得更加强了, 我不管, 他拿了我的东西, 不换回来我就不起来, 这孔老大大概也明白, 大鹏哥要是死在他爹的坟头上, 就算是跟他没关系, 邻里邻间的流言蜚语, 也会让他坐不住, 他对坟头磕了三个头, 爹, 要不这样, 大鹏偷走钱, 我会和二弟要过来, 你老去玩戏吧, 这孔老头对着大儿子是破口大骂, 只不过, 孔老大根本听不到, 没办法, 我只好把孔老头的意思, 转达给他儿子, 这孔爷爷说, 钱就算要回来了, 他也是一把烧了, 不会分给你们兄弟几个的, 这孔老大和孔老二, 脸色很难看, 确实也不好发作, 毕竟他们理亏, 孔老头在生病的时候, 他们兄弟七个, 居然没有人照顾, 大概是觉得自己继续留下来还丢人, 孔老大一甩手走了, 孔老二犹豫了一会儿, 也扭头走了, 临走之前, 他还对大鹏骂了两句, 你要死, 也死远一点, 也死在我爹的坟头上, 我还得替你收拾, 既然孔老头的两个儿子都走了, 这刘大爷也没了主意, 小林啊, 你想想办法才行, 总不能让大鹏死在这儿吧, 看孔老头的脾气, 就算大鹏死了, 他也不会起身的, 到时候任由大鹏的尸体在他坟头上腐烂, 这算什么事儿, 到时候再被大家当成灵异事件, 传到哪个报社或媒体, 事情可就又闹大了, 软的不行, 只能来硬的, 我激活地府鬼印, 在孔老头的面前打开了地狱之门, 我直截了当地说, 孔爷爷, 你别让我太难做, 在我的管辖范围内出现这种事情, 鬼差也会找我麻烦的, 我不会让您白白受委屈, 您自己个儿想个办法, 惩罚一下大鹏哥, 只要不闹出人命, 我都没有意见, 这孔老头望着空洞的地狱之门, 感受着地狱之门吹出的冷风, 脸上的表情渐渐变了, 他大概也明白, 我不是在说笑, 终于是松了口, 既然他还不上钱, 那就把他值钱的东西都一把烧了, 给我做祭品, 除此之外, 再让他给我守笑三年, 否则, 我依旧不会放过他, 我把这原话, 原封不动地转给大鹏哥, 大鹏哥脸色发白, 我唯一值钱的就是房子, 总不能把房子烧了吧, 没了房子, 我去哪儿住啊, 我没好气地回呛他, 那你从孔爷爷尸体上, 偷银行卡的时候, 怎么不想这么多, 你拿孔爷爷的钱去赌博的时候, 你怎么不想这么多, 大鹏哥不说话了, 但他的脸却满满地抗拒, 这个合适了, 我做得也心烦, 孔爷爷的条件, 我已经告诉你, 你爱答应不答应, 我走了, 说完, 我拉着刘大爷就走, 任凭大鹏哥在后面大喊大叫, 就是不回头, 在回去的路上, 刘大爷满脸的担忧, 小莲, 咱就这样回去, 大爷, 你放心吧, 这孔爷爷已经把话说清楚了, 只要大鹏哥同意, 他就会放开他, 如果他不同意, 就让他死在那儿, 刘大爷叹了口气, 唉, 你也算是人至义尽了, 不管他了, 第二天, 娘跟我说, 刘大爷在的村子, 有间房子着火了, 不用猜, 是大鹏哥的房子, 和房子相比, 命更重要, 这个道理就算是懒汉也明白, 娘还跟我说, 那房子着得很奇怪, 冒的是紫光, 而不是红光, 紫色的火焰是阴火的一种, 名叫坟前火, 这间房子烧掉以后, 会变成孔老头在阴间的住宅, 烧房子只是开端, 在往后的三年, 村子里时常会看见大鹏哥披麻带笑, 每逢七天, 就会在孔老头的坟前, 去祭拜一番, 比孔老头的亲儿子, 亲闺女都要孝顺, 三年守孝, 也是孔老头给大鹏哥的条件, 他不敢拒绝, 也无法拒绝, 至于孔老头有没有在阳间监视着大鹏哥, 那谁也不知道, 反正大鹏哥不敢违背约定, 不过也因为这件事情, 大鹏哥后来变得没那么烂了, 毕竟房子烧了, 他不努力赚钱, 真的连住的地儿都没有, 再后来, 我听说孔家兄妹七人的生活都不如意, 村民们都说, 这是孔老头在惩罚自己的七个不孝子女, 或许, 这是真的吧, 大鹏哥的事情解决后, 我和宁楠楠在家中置住了几天, 便回到了茶馆, 待在老家, 娘需要照顾养病的爹, 还要照顾我们两个小辈, 着实辛苦, 我和宁楠楠回到茶馆, 刚进门, 发现冯伟在招待客人, 他见我回来, 向我招了招手, 兄弟, 你回来得正好, 我把从老家带回来的土特产交给素素, 我回去这么多天, 娘上次来时带来的土特产, 肯定早就被素素吃光了, 素素接过东西, 欢天喜地地拿去和方叔分享, 忘了说, 这几天, 小鹿都是由素素负责接送和照顾, 也该好好奖励一下, 我来到冯伟身边, 他面前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婆婆, 年纪很大了, 我坐下来和老婆婆打招呼, 冯伟介绍道, 这是在石立桥卖藕粉的徐婆婆, 我小时候很爱吃他做的藕粉, 还是冯伟的熟人, 徐婆婆笑着对我说道, 你就是小林老板吧, 小冯跟我说过, 你很厉害, 一定能帮俺解决麻烦的, 老婆婆年纪有些大了, 口齿不轻, 我看向冯伟, 示意她跟我解释一下, 冯伟开了口, 是这样的, 这徐婆婆呀, 最近有点灵异事情, 希望我们能帮我忙, 她凑到我耳边, 用很小的声音对我说道, 徐婆婆的儿媳, 儿子都是一个单位的, 年轻出差时遇到了车祸, 都死了, 留下一个孙子, 这徐婆婆呀, 现在独自抚养, 日子过得清空, 咱能少收点, 又少收点, 赤财如命的冯伟都这么说, 就算不收钱, 我也没什么意见, 我让冯伟讲正事, 徐婆婆到底遇上了什么领异事情, 是这样的, 徐婆婆从上个月开始, 每天收到的钱, 总会夹杂着一张纸钱, 人民币当中夹杂着一张死人用的纸钱, 我好奇地问道, 会不会是有人在恶作剧, 徐婆婆听到我的话, 摇了摇头, 俺从第一次发现, 也以为是有哪个孩子恶作剧欺负俺, 人老眼花, 于是啊, 俺就使劲盯着看, 那个恶作剧的熊孩子还会不会来, 这一个月来, 俺收的每一张钱都仔细检查过, 可等收摊的时候, 钱包里还是会多出一张纸钱, 如此一来, 并非是有人恶作剧, 很有可能是徐婆婆撞鬼了, 徐婆婆对我说道, 俺本来也不在乎的, 大把年纪了, 真遇到鬼就遇到了, 大不了把我带走一了百了, 可按儿子和儿媳死之前, 给了我一个小孙子, 俺要是死了, 孙子可咋办, 我问徐婆婆, 收到的纸钱, 您拿来了吗? 拿来了, 拿来了, 俺都拿来了, 徐婆婆从脚下提起了一个碎花包, 递到了我的面前, 这个包已经很旧了, 是用衣服的碎料, 一针一线缝起来的, 我把包接过来, 打开一看, 里面塞满了纸钱, 我掏出几张纸钱放在手里, 轻轻一摸, 纸钱上沾有阴气, 虽然很淡, 但是逃不过地府鬼印的感知, 徐婆婆的确撞鬼了, 另外确定了一件事情, 所有纸钱上的阴气, 源于同一之鬼, 我笑着对徐婆婆说, 婆婆, 之前您都是上午收到, 还是下午收到的? 都是下午收到的, 我看了一下时间, 马上就要中午头了, 这样, 婆婆, 您中午就留在茶馆里吃饭, 等到下午的时候, 我和方伟一起跟您到十里桥, 卖藕粉, 徐婆婆很高兴, 那就麻烦你们了, 到了下午, 我和方伟开车带着徐婆婆回到了家, 找出了卖藕粉的驾驶, 然后赶到了十里桥, 徐婆婆的确很辛苦, 卖藕粉的小推车因为年久时休, 车轮轮都没那么好用了, 我和方伟两个大男人推起来都费劲, 更何况婆婆每天要推着他, 我问婆婆, 您孩子过世后, 单位没有给您抚恤金吗? 给了呀, 儿子儿媳的单位还挺有良心的, 不管给了抚恤金, 领导每年还都来看望我这糟老婆子, 徐婆婆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居委会的领导知道我的情况, 逢年过节呀, 也是送米送面的, 还给我申请了贫困户, 每年多少能发些钱, 至少是生活无忧了, 我不解的问道, 既然如此, 婆婆, 您何苦这么大年纪, 还要出来卖藕粉呢? 徐婆婆的话里有些感伤, 俺就是想给孙子好一点的生活条件, 儿子和儿媳工作很忙, 要孩子要得晚, 俺今年都72岁了, 孩子才刚刚准备生初中, 俺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年, 俺只有一个儿子, 也没啥亲戚, 等俺死了, 孙子就只能一个人活着, 能给孙子多留点钱, 就留点钱吧, 俺们这些当大人的, 对不住他呀, 我不知道该怎么计划, 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 让人无奈和伤感, 第三百七十八级, 终于走到了十里桥, 冯伟兴奋地跟我说, 我想时候每天上学放学, 都要路过这座桥, 我好奇地问道, 这座桥也就十米长, 为什么叫做十里桥? 冯伟耸了耸肩, 这谁知道呢, 很多地名都是千奇百怪, 这还算正常的, 你谁不知道, 以前我还遇到过, 叫火星村的村庄呢, 我从小车上, 搬下一个马扎, 让徐婆婆先坐着休息, 今天她的藕粉, 我和冯伟帮她卖, 徐婆婆热情地帮我和冯伟, 煮了两袋, 我尝了一口, 怪不得冯伟小时候爱吃, 味道十分香甜, 满口都是清香的莲藕味, 这徐婆婆的藕粉, 在附近也算是招牌, 见她撑起了摊子, 很快就有人围了上来, 你一袋我一袋, 才一个多时辰, 这藕粉就已经卖了大半, 这些客人, 我都仔细辨认过, 是人, 不是鬼, 等啊等, 一直等到了黄昏, 只剩下几袋了, 那只鬼还是没有来, 一黑, 空气就冷了下来, 我怕徐婆婆动着, 提准被离开, 徐婆婆说道, 再等一会儿, 还有一个姑娘没买呢, 我奇怪地问她, 什么姑娘, 徐婆婆解释给我听, 这附近新搬来一个姑娘, 自己带着孩子特别辛苦, 她特别喜欢俺的欧粉, 每天晚上下班的时候, 总会来买上一袋, 说到这儿, 徐婆婆站了起来, 举着石里桥的另一头, 直播, 她来了, 我顺着徐婆婆的手指看过去, 只见石里桥的另一头, 正走来一个少妇, 少妇穿着很朴素, 明明没有化妆, 脸色确实很白, 她走路很慢, 甚至比徐婆婆这样的老人家走路还慢, 冯伟轻轻地碰了碰我, 没有开口, 或许是怕一旁的徐婆婆听见, 但我明白她的意思, 这个少妇, 是鬼, 案子或许已经破了, 徐婆婆输到的纸钱, 八成就是这个少妇给的, 我给冯伟打了个眼神, 示意她一会儿不要太激动, 如果当场把这只女鬼舒服了, 可能会吓到徐婆婆, 上了年纪的人, 受到惊吓身体会容易出问题, 我和冯伟可担不起这样的责任, 我和冯伟搭档了这么久, 一个眼神, 她就明白了我的意思, 点了点头, 少妇慢慢地走到了桥的这边, 来到了摊子前, 徐婆婆早就把藕粉拿了出来, 递给了她, 这一袋藕粉, 被徐婆婆放在了推车夹层的抽屉里, 姑娘, 这是俺特意给你留的, 少妇满是感激地对着徐婆婆笑了笑, 婆婆, 每天都让您等我这么晚, 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徐婆婆忙摆手, 姑娘, 别这么客气, 俺也是看你一个人带孩子可怜, 跟你说, 俺也是一个人带着个孙子, 这种苦啊, 心里晓得, 少妇将藕粉装进包里, 再次对徐婆婆道谢, 婆婆, 天快黑了, 您赶紧回家吧, 我也该回去带孩子了, 这是我粉的钱, 婆婆, 您收好, 我分明看到, 少妇递给徐婆婆的钱, 是一张黄色的纸钱, 只不过徐婆婆中了障眼法, 在她看来, 这就是一张人民币, 徐婆婆喊了一声, 忙说好, 少妇又慢悠悠地, 向着来势的方向走去, 我打开手机, 按中跳出的一个闹铃声, 假装是来了电话, 然后恩恩啊啊地说了几句, 然后把手机重新放回口袋, 我对徐婆婆说, 家里有点事情, 我得先走了, 就让冯伟帮你把摊子推回家吧, 徐婆婆说好, 让我先出去忙, 冯伟知道我要去追那少妇, 冲我点了点头, 我等冯伟和徐婆婆消失在视野里, 才追了上去, 这少妇走得很慢, 我追上她时, 她才走了不到两百米, 我直接拦在了少妇面前, 她看着我, 脸上露出害怕的表情, 她的声音有些哆嗦, 您是守夜人吧, 我点了点头, 刚刚少妇出现在我面前时, 地府鬼印就已经有了反应, 她应该是感觉到了我, 少妇哀求我, 我没有害过人, 只是想在阳间多逗留几年, 帮我可怜的孩子抚养长大, 大人, 您血腥好, 就不要把我抓去阴间了, 少妇身上的阴气很淡, 她说的是真的, 并没有害过人, 我只是很好奇, 一个鬼怎么抚养孩子, 我问她, 你的孩子怎么了, 少妇哭泣着跟我解释, 我死的时候正怀着孕, 已经临场了, 那天我回到家, 发现老公正跟一个女的在床上, 做苟且之事, 我受了很大的打击, 与那对肩负淫妇大吵大闹, 没想到动了胎气, 下半身出血, 我失血过多, 晕了过去, 中间清醒过一次, 隐约间听到, 医生抢救我的声音, 等我再有知觉的时候, 我已经死了, 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少妇摸了摸自己扁平的肚子, 我发现自己的肚子扁平了, 我想, 虽然我已经死了, 但孩子可能被医生保住了, 于是我返回医院去找, 在手术室里, 见到了自己的孩子, 说到这里, 少妇忽然哭了起来, 我的孩子好可怜呀, 手术室里一个人都没有了, 他就躺在手术室旁边的金属托盘里, 托盘那么冷, 他一定冻坏了, 听到这里, 我的眉头皱了起来, 如果是一个活着的孩子, 医生和护士没理由把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 留在手术室上, 而且还放在托盘中, 这种做法欠缺专业, 而且十分不道德, 如果被孩子家人知道了, 岂不是要把医院闹翻天? 出现这种情况, 只有一种可能, 孩子已经过世了, 医生和护士因为其他原因, 暂时离开了手术室, 不过我没有打断少傅, 让他继续把话说完, 少傅依旧抽气着, 我把孩子抱走了, 本来想把他抱给我的爸爸妈妈, 由他们代替我抚养, 可我抱着孩子回家后, 却发现, 家里只有哭泣的母亲, 少傅抹了抹眼泪, 喉咙中发出更加凄惨的哭泣, 我知道, 爸爸是因为老公出轨才死的, 他气急了, 跑到我丈夫家里理论, 一刀子捅了他, 而且我成了鬼, 妈妈听不到我说话, 我没办法, 只能自己抚养孩子, 我是鬼, 没有奶水喂孩子, 每天只能拿点纸钱, 去桥头徐婆婆那里, 买一袋藕粉给孩子吃, 他楚楚可怜地向我求情, 大人, 我真的没有害过人, 你就放过我, 让我把孩子抚养长大, 等孩子有人收养了我就离开, 我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我问你, 你的孩子是人还就是人, 少傅急忙道, 是人, 我的孩子是人, 他还活着, 他不是鬼, 少傅怕我不信, 接着说道, 大人, 你要是不相信我说的话, 可以跟我来, 我把孩子抱给你看, 我觉得这少傅可能爱子心切, 变成了执念, 其实, 孩子早就死了, 即便还在, 也是一只鬼鹰, 为了不伤少傅的心, 我决意去看看, 好, 你带我去见见你的孩子, 如果他是人, 我会帮你联系福利院收养, 你每天只为藕粉, 孩子营养跟不上, 不是吗? 少傅跪下来跟我磕头, 千恩万谢, 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 您真是个好人, 就这样, 我跟在少傅身后, 去见他的孩子, 少傅走得很慢, 似乎是生前脚受过伤, 我也不好催促, 同样慢慢地跟在他身后, 等到了少傅住的地方,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这是一间出租屋, 非常古旧, 就连门前的屋檐下, 都结满了蜘蛛网, 应该是很久都没有人居住过了, 刚刚靠近屋门, 我就听见屋内传来孩子的哭声, 听到孩子的哭声, 少傅的脸上露出了焦急的表情, 孩子他肯定饿了, 妈妈今天回来的晚了, 他焦急地打开身上的包包, 寻找钥匙, 钥匙呢, 家里的钥匙呢, 我好心提醒, 你是鬼, 不用钥匙, 也能进去, 少傅恍然大悟, 对啊, 他往门上一撞, 身体凭空穿了过去, 进了门, 我在外面等了一会儿, 咳嗽了两声, 我不是鬼, 你不给我开门, 我怎么进去, 门内传来了少傅的道歉声,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给忘记了, 咔嚓, 门锁被打开了, 只听咕吱一声, 门开了, 屋里没有开灯, 身手不见五指, 我拿出手机, 打开了手电筒, 少傅惊呼一声, 大人, 灯光太刺眼了, 你能关上吗? 我没有答应, 鬼并不怕光, 关于鬼怕光的传闻, 之前我讲过多次, 就不再赘述了, 少傅不再言语, 我走进屋子, 在墙边找到了电灯的开关, 然后按了下去, 屋内依旧只有我手机在发亮, 这个房子压根就没有点, 我问少傅, 你的孩子呢? 刚刚屋子里传出的啼哭声, 此时已经听不见了, 少傅指了指卧室的方向, 大人, 您随我来, 少傅向着卧室走去, 我观察了一下屋子, 灰尘密布, 珠网连接, 压根就不像是能生活的环境, 少傅走到卧室门口, 回过头来, 声音悠悠, 大人, 您怎么不过来呀? 我呕了一声, 走了过去, 卧室比客厅还要黑, 原因是屋子里的窗帘是拉着的, 窗外的星光和路边的灯光都照射不进来, 我把手机照向卧室中央, 有一个婴儿车, 婴儿车上有纱布折挡, 倒是能够看到有个孩子晃动着小手小脚, 我屏住呼吸, 准备上前查看, 这孩子究竟是死是活, 就在这时, 我身后传来一声异样, 光当一声, 我扭头一看, 屋门紧闭, 而少傅已经不见了身影, 我第一反应是中计了, 只是我与这个女鬼从未有过任何交集, 她为什么想要害我, 我跑到屋门前尝试开门, 使出了吃奶的劲, 却仍然是拧不动把手, 我出不去了, 刚刚消失的啼哭声再次传入我的耳中, 啼哭的声音比刚刚更加响亮, 而且声源就在这个房间里, 我重新转过去, 向着房间里的婴儿车看去, 借着手机的灯光, 我看到婴儿车里的孩子坐了起来, 他浑身上下焦黑如炭, 身体格外的手, 几乎看不到肉, 仿佛是被一个皮包着的骷髅, 孩子两只眼睛深陷, 露出了满嘴尖锐的黑色牙齿, 他双手的指甲如同刀片一般锋利, 这哪里是活人, 分明就是一只鬼鹰, 我看着鬼鹰, 鬼鹰也看着我, 然后我发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 鬼鹰的眼睛纯黑色, 没有哪怕一片眼白, 我内心身处如同惊雷乍响, 魔, 这个女鹰竟然是魔, 我再回想少傅的阴容, 她的声音我尚能记住, 可她的脸我却是丝毫没有印象, 记不住女鬼的脸了, 刚刚的少傅就是受卖污染鹰雾的神秘女人, 大意了, 我真是大意了, 我急忙拨号向冯伟求助, 然而手机却没有信号, 根本就打不出去, 就在我手忙脚乱拨电话的时候, 鬼鹰, 不, 是魔鹰, 已经从婴儿车上跳了下来, 她趴在地上望着我, 喉咙里发出咯咯的笑声, 惨淡阴森的笑声, 在房间里不停地回荡, 我浑身上下骑满了鸡皮疙瘩, 此刻我逃不出去了, 只能应战, 我打开地府鬼印, 口中送念赵鬼法诀, 遥遥明明, 天地同生, 三则成器, 俱则成行, 五行之左, 六甲之金, 兵随同战, 将随另行, 地狱之门开启, 鬼兵从中钻了出来, 我立即使用居魂前轨, 让鬼兵附体, 有了鬼兵的加持, 我少少安心了一些, 对手毕竟是魔, 我也不敢太大意, 手腕一抖, 腕子上的铁环, 化成了抗龙结, 被我握在了手中, 魔鹰望着我, 伸出黑紫色的舌头, 舌头上长出了刀刺, 舔了舔自己干涸的嘴唇, 哼, 它是把我当成食物了, 握住抗龙茧的手, 满是汗水, 我深吸一口气, 准备率先发难, 干不掉这个魔鹰, 我是休想从这里离开, 我挥动抗龙茧, 抽象了趴在地上的魔鹰, 当抗龙茧快要临体时, 魔鹰向着侧面扭了一下, 这让我这一急落空了, 砰的一声, 地砖被我砸出了一个坑, 魔鹰嘴里发出了一声怪叫, 两个瘦弱的小腿在地上一蹬, 张着嘴巴向我的喉咙咬来, 我已经不是没有战斗经验的菜鸟, 当即灰茧抽了上去, 抗龙茧抽到肉身上的声音, 在我身前响起, 魔鹰被我直接抽飞, 撞在墙面上, 我听到骨骼碎裂的声音, 我松了一口气, 这只魔鹰比之前那只虎变成的魔, 差了十万八千里, 我不明白, 这神秘女人为何留这么弱的一只魔对付我, 我此刻绝不能大意, 魔鹰挣扎着起身, 用尖锐的声音发出了一声尖叫, 随即他再次向我扑来, 这次我眼疾手快, 把抗龙茧当作了剑, 直接刺了过去, 抗龙茧插入了魔鹰的嘴中, 抗龙茧是鬼气的克星, 魔鹰体内的鬼气开始消散, 魔鹰想要挣脱抗龙茧, 我急忙向前一推, 把魔鹰顶在了墙上, 魔鹰被抗龙茧不停地伤害, 越来越弱, 没有力气, 挣扎的力度逐渐衰小, 忽然间, 魔鹰的身体仿佛吹起来的气球迅速膨胀起来, 我反应过来之前, 砰的一声, 炸了, 一股滚烫的液体仿佛开水溅了我一身, 是魔鹰的血, 我能感觉到, 在滚烫的感觉中, 夹杂着一股彻骨的冷液, 钻入了我的身体, 是鬼气, 刘飞的鬼气, 我急忙催动地伏鬼印, 击溃了这股鬼气, 然而这股鬼气十分狡猾, 仿佛有着灵性, 东躲西藏, 我用尽全力, 也只能驱散了三分之二的鬼气, 剩下三分之一, 不知藏匿于我身体何处, 我竟是寻不到了, 难道, 让我感染鬼气, 才是这神秘女人的真实目的, 第三百七十九集, 房间里回荡着骇人的笑声, 仿佛是在嘲笑我一般, 这是个圈套, 自始至终, 那神秘的女人, 都将我们玩得团团转, 我在破房子里站了很长时间, 信号恢复正常, 一阵电话响声将我惊醒, 是冯伟打来的, 怎么样, 解决了吗, 冯伟问道, 回家再说, 我声音很低沉, 还不知道那神秘女人此举有什么意图, 那些鬼气, 又有什么用, 冯伟也从我的语气中听出了不对劲, 应了一声, 便挂断了电话, 等我回到茶馆的时候, 冯伟, 他们已经在等着我了, 怎么回事啊, 冯伟开口问道, 凑近了之后, 他皱起了眉头, 你心想的鬼气怎么这么浓郁, 我轻叹了一声, 将之前的遭遇说了出来, 听我说完之后, 冯伟连连自责, 都怪我疏忽了, 如果能先去调查一番, 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摇了摇头, 这次的麻烦和以往不同, 对方明显是针对我的, 就算冯伟去调查, 也不见得能调查出什么东西, 更糟糕的, 冯伟还有可能被对方挟持, 用来针对我,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宁南那关切的问道, 鬼气这东西终究是有害的, 即便我是守夜人, 沾染了鬼气也不会轻松, 况且刘飞的鬼气早已变异, 不能单纯的将其看成是鬼气来对待, 我已驱除了三分之二, 但还有三分之一的鬼气不见了, 我没有隐瞒事实, 这个时候隐瞒事实, 并不能引起安慰人的效果, 我需要集思广义, 找出我体内的隐患, 宁南那立即联系了十三局, 方叔也赶来了, 但是不论是谁, 给我的检查都查不出任何问题, 我身体背儿棒, 虽然心里有些个异, 但是既然查不出问题, 那就只能作罢, 小莲, 虽然你看着没事, 但我心里总觉得不放心, 你要是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可要立马告诉我呀, 方叔再三叮嘱, 我点了点头,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我身体终究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也没有什么太在意, 过了几天, 我在茶馆里小气了一会儿, 醒来口渴, 找水喝的时候, 看到冯伟和素素两人站在电视机面前, 表情怪异, 看什么呢? 我倒了杯水, 冯伟指了指电视, 有公交车坠江了, 有人掉进河里, 这算不上什么稀罕事啊, 但是公交司机可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 再加上大桥都有护栏, 这公交车怎么会坠江呢? 看了一会儿, 我大致明白了, 起因是某个乘客坐过站了, 在车上大吵大闹, 和司机起了争执, 吵闹不断升级, 乘客对司机动手脚, 导致公交车失控, 冲进了滔滔的江水里, 这种人死了活该, 苏苏咬着银牙说道, 冯伟叹了口气, 唉, 这种事情还真不稀罕, 全国各地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可是有些人却丝毫不引以为戒, 前些年我们这儿还发生过一起呢, 苏苏脸上满是不可思议, 真的假的? 冯伟点了点头, 当然是真的了, 那是挺多年前的事了, 你没发现我们这儿的公交车啊, 都给司机弄了个挡板吗? 就是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再发生。 冯伟说这事, 我也知道, 不光知道, 我还坐过, 冯伟说的那辆公交车, 就是306路公交车, 我刚接受查管的时候, 还没啥本事, 靠着306路公交车, 捡了两条命。 第一次, 我给洪哥他们送湿油香烟的事, 当时我被三个人追得走投无路, 最后靠着306路公交逃过了一劫。 第二次, 是我被殡仪馆阿婆追的时候, 306路公交车把阿婆给带走了。 后来我特意去打听过这事, 也知道了306路公交车的事情。 306路是安德最长的一条公交线路, 以前城区还没扩张的时候, 坐那辆车基本能到城里任何一个地方。 后来, 有个老太太为了去菜市场买菜, 非得叫司机绕路, 那公交车路线都是提前规划好的, 哪能绕路啊? 老太太开始杂坡了, 提着菜篮子朝着司机脸上猛砸, 那时候, 菜篮子可比现在沉多了, 三两下就把司机砸晕了, 结果就出事了。 我们这儿和谴, 打捞得也及时, 最后大部分都救出来了, 唯独那司机因为被砸晕, 没能活下来。 从那以后, 306路就变成了鬼公交, 俩人一个听故事一个讲, 这鬼公交的事本来就挺离奇, 再加上冯伟的语气烘托, 素素被吓得不轻。 呀, 别讲了。 素素捕着耳朵? 怪吓人的。 风味无语, 我也无语, 素素不适一声笑了出来。 哼, 我配合得怎么样? 正讲着呢, 黎光走了进来。 怎么, 讲鬼故事呢? 看了看素素的表情, 他心里也了然, 怕鬼的素素, 也算是茶馆了一井了。 呀, 稀开啊, 黎大警官怎么来了? 不会又有什么案子需要我们来处理吧? 冯伟笑着倒了杯茶, 他这话是开玩笑, 黎光却是认真地点了点头。 还真是, 什么案子? 逆死案? 逆水? 这也会警察管。 我有点疑惑。 一个两个人逆水, 续不给我管, 可现在死的人太多了。 死了几个? 七个了, 都是同一个地方淹死的。 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 人都是会害怕的, 这个地方死了人, 其他心里应该自然是各有的, 下意识就远离, 同一个地方淹死七个人。 这不说都有问题啊。 你说, 是不是水里有东西? 不能排出这种可能。 走吧, 先去看看再说。 黎光带路, 没多长时间我们就来到了案发地点。 人就是在这儿发现的。 黎光点了点头。 我感受了一下, 这里并没有鬼气, 那就奇怪了, 河并不算宽, 也就小一百米。 这周围又没有桥, 难不成他们是自己游过去把自己溺死的? 没有鬼气就是意外身亡吗? 不是, 人死之后魂魄离体, 多少都会留下一些鬼气, 况且这里死了七个人。 正常来说, 虽然不至于让这里阴风阵阵, 却也会让人感觉到一股凉意。 我们在墓地会感觉到冷,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是现在, 我却没有任何发现, 河里的一丝鬼气都没有, 这条河干净的有点过分了, 但是,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让我起了怀疑。 七个人溺死在这片水域, 不仅没有变成水鬼, 连一丝鬼气都没有, 这就是我觉得不正常的地方,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要么他们的灵魂被人收走了, 要么, 他们死后才被带在这里。 有没有视频监控, 我开口问道, 或许从视频中能找到一些端倪, 黎光点了点头, 有, 我还专门留了一份, 说着, 他拿出手机, 把视频放给我看, 黎光的剪辑一共是七个片段, 分别对应七个死者, 第一个死者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 视频是在商业街的一家酒吧外面拍摄的, 拍摄的时间是凌晨两点, 这女孩喝多了, 晃晃悠悠地离开了酒店, 走到了路边拦车, 这画面就到这儿戛然而止, 紧接着是第二个死者, 这次是个老太太, 拍摄的时间同样是凌晨, 老太太是个环卫工, 在商业街打扫, 扫着扫着, 她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似的, 跌跌撞撞地就跑了出去, 第三个视频是个老头, 老头是在商业街摆摊卖甘蔗糖葫芦的, 这边城管茶的盐只有晚上才能出来摆摊, 凌晨时分老头收拾自己的东西准备下班, 却好像听到有人喊他, 回了回头, 但什么都没有发现, 便推着自己的三轮车离开了, 第四个视频是个小混合, 画面里他似乎和别人起了冲突, 比划手脚, 和他有冲突的那人, 刚好在视频盲区里, 自始至终都没有露脸, 小混混对着他比划了一下手脚, 然后就离开了, 看完之后我发现, 无论是年龄还是职业, 七个死者之间都没有太多联系, 但是有一个细节, 他们出事之前都曾去过商业街, 或许这就是一个突破口, 我们走, 去商业街看看, 喊上黎光, 我们两个赶往了商业街, 商业街并不算远, 没多久, 我们两个人便来到了这里, 这条商业街是安德最古老的存在, 几十年来, 安德一直都在扩建, 唯独这条商业街从来没有改变过, 当初安德还没扩建的时候, 助理便是城中心, 是安德最繁华的地带, 时过境迁,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里早就没有了当初的繁华, 也就两家酒吧, 还有几家小饭店, 都是安德本地的名吃, 就在这时候, 黎光的肚子响了起来, 还没吃饭吗? 我开口问道, 黎光点了点头, 哎, 案子没查清楚, 哪有心思吃饭, 中午随便吃了点, 垫了点, 我一点都不意外, 黎光这样的工作狂, 做出这样的事情, 还真是常见, 走吧, 先去吃点东西, 人是铁, 饭是钢, 再怎么热爱工作也要吃饭呢, 黎光点头带我来到一家小饭店, 就这儿吧, 哟, 黎警官,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看样子, 饭店老板和黎光是老相识, 黎光笑了笑, 碰巧路过, 带朋友来尝尝手艺, 黎璇, 你别看老张这家饭店, 环境一般, 但味道是这个, 说着, 黎光翘起了大拇指, 老张笑了笑, 也没谦虚, 没多久, 菜做好了, 简单的小炒肉和青菜, 我尝了口, 黎光确实没吹牛, 这老张这手艺啊, 绝对一流, 喝点, 老张拎了瓶酒, 黎光摇了摇头, 小孩上班, 不能喝酒, 见状, 老张也就作罢了, 老张, 我跟你打听个事, 最近啊, 商业节有没有出现过什么怪事, 黎光就是这样, 吃个饭都放不下工作, 怪事, 有是有, 但是我琢磨, 这事跟你关系不大呀, 这语气, 那就是有了, 我要是说出来, 你可别说我宣扬封建迷信呢, 老张补了一句, 嗨, 你就说吧, 黎光急切地说了一句, 老张把酒拿来给自己倒上了一杯, 我这几天呢, 见鬼了, 第三百八十集, 听见这话, 黎光愣住了, 你这表情是干啥啊, 我没骗你, 真见鬼了, 老张以为黎光不相信自己, 急切地补充了一句, 没事, 你说吧, 黎光整理了一下表情, 老张这才继续说道, 你别看我这点小啊, 晚上生意还真不错, 经常是凌晨才关门, 前几天我准备回家的时候, 有个老熟人来了, 他经常在我这吃东西, 一来二去的就舒适了, 没说几句话就匆匆离开, 说什么再晚就赶不上公交了, 当时我还纳闷, 这大晚上的哪儿来的公交车, 等我出去一看, 你猜怎么着, 那公交车是306路, 听这话, 我猛地打了个机来, 306路, 之前想不通的事情, 现在也找到头绪了, 老张没注意到我的不对劲, 还在听我讲的故事, 当时可把我吓坏了, 以前虽然也听说过306路公交车的事, 但是咱没亲眼见过呀, 等那车走远了, 我赶紧收拾东西就回家了, 怎么了, 黎光注意到我的不对劲, 老张在这里, 有些事我不方便说, 走吧, 我店里还有点事要忙, 黎光知道我有事要说, 起身算了账, 黎警官, 你说那鬼车的事是真的吗, 黎光笑着在他肩膀上拍了拍, 放心吧, 肯定是你最近这段时间太累了, 再说了,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你老张行的正站的直, 就算是鬼, 也怕你三分, 出了老张的店, 我才开口说道, 重新调查一下他们, 我怀疑这件事情, 和306路公交车有关, 和306路公交有关, 黎光有些意外, 这只是个传说而已, 你还真当真了, 再说了, 如果306路公交车会害人, 那几十年得害多少人了, 他这么想没问题, 毕竟, 306路公交车已经在安德几十年了, 他不光没害过人, 还救了我两次, 但是如果把刘飞放进来一思考, 306路公交车就可疑了, 按照传说来思考, 这司机是因为老太太打晕了才死的, 死得不明不白, 必然会心生怨气, 机缘巧合之下, 这306路公交变成阴雾, 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再加上刘飞诡气的催化, 这样就说得通了, 见我不是开玩笑的, 黎光也认真了起来, 我马上派人去调查, 这女水岸, 正和306路公交车有关, 黎光边走边问道, 有没有关系, 晚上就知道了, 我开口说道, 黎光有些好奇, 我笑了笑, 你不是还没有见过鬼车吗, 今天晚上, 我去让你见见, 听了我的话, 黎光打了个机灵, 以前他之所以是不怕鬼, 是因为他不知道鬼的存在, 和我接触了这么长时间, 他对鬼神之事有了很多的了解, 自然也就有了几分畏惧之心, 能行吗? 怕啥, 有我在, 我拍的胸脯保证, 306路公交车不算难找, 别人没见过, 是因为他们看不见, 老张能看见, 是因为被阴魂撞了阳气, 那鬼虽然没有害他的心思, 却让他看到了鬼公交, 我给宁楠楠打了个电话, 便和黎光蹲守在商业街, 商业街是鬼公交的必经之路, 我们都不用去找, 在这儿啊, 准能等着, 我们俩在车里等着, 我倒是没啥, 一直在玩手机, 但是黎光倒是有些好奇, 瞪大眼睛打亮着周围, 生怕错过了什么似的, 别着急啊, 你等到后半夜, 我开口说道, 黎光挠了挠头, 我还是第一次蹲鬼车呢, 趁着这段时间, 我和黎光聊了起来, 这有关3066的公交, 你知道多少? 我开口问道, 事情毕竟发生得太过遥远, 口口相传, 我打听的消息未必是事实, 这黎光身在体制内, 或许能接触过这个案件, 哎, 和传说中说的差不多, 老太太因为过了战, 殴打司机, 司机当场昏迷, 再加上救援太晚, 司机死了, 那老太太呢? 没判刑吗? 我开口问道, 虽然我不太懂法律, 却也知道, 老太太的举动, 已经危害到他人的生命安全, 说小了, 是个危害公众安全的罪名, 说大了, 那就是蓄意谋杀, 哎呀, 判不了, 老太太也死了, 这话倒是让我有点意外, 老太太岁数毕竟大了, 捞上来的时候就已经断气了, 哼, 便宜他了, 我咬牙切齿地说道, 就是因为他买菜想绕近路, 害得一位司机当场死亡, 还差点搭上一车人的名, 这种人就该狠狠地判刑, 不过, 虽然没有判刑, 但车上的乘客可没轻饶了他, 十几个乘客联名起诉, 老太太一家为此赔的是倾家当战, 前几天, 老太太大儿子为了还钱, 寄牢成吉死了, 我叹息了一声, 货吉家人虽然有些不人道, 但是也只有这样, 才能让那些人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司机也是个可怜人, 现在只希望能早点找到306路公交车, 将那个司机的亡魂尽早超度, 就在这时, 一辆破破烂烂的公交车, 出现在我们的事业中, 来了, 哪里啊, 我怎么看不到, 黎光四下张望, 他身上阳气中, 又是警察, 又有国家机关的加持, 普通的厉鬼根本就进不了他的身, 又怎么能看到鬼车呢? 我激活地府鬼印, 在他肩膀上拍了摆, 这一拍也是有讲究的, 在地府鬼印的加持下, 我一巴掌等于是拍散了他肩膀上的火, 让他的阳气热了不少, 虽然不至于让他撞鬼, 但是却让他接触到鬼车是并不困难, 黎光倒出了一口凉气, 显然他是看到了鬼车, 四眼的光芒照了过来, 硬得我们两个睁不开眼, 我努力地睁眼看了过去, 看到了车的全貌, 这是一辆老式的绿皮公交车, 隐约地能看到车头上镶嵌着一个红色的铁皮, 铁皮上用黑色油漆写了四个大字, 三零六路, 公交车静止地朝我们开了过来, 没有丝毫的减速, 鬼车呼啸而过, 黎光却还在发呆, 这, 这就是三零六路公交车吗? 黎光还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别愣着了, 快点跟上去, 不然只怕又有人要死了, 我立即提醒道, 直到这个时候, 黎光才回过神来, 点火开车, 黎光开车向着三零六路公交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 快穿过商业街的时候, 鬼车停了下来, 远远地可以看到, 一道人影上了三零六路公交车, 坏了, 黎光脸上也露出了一丝懊恼, 他又在害人了, 他是来查案的, 结果却眼睁睁地看着别人, 上了鬼车, 而他却因为震惊了愣了很长时间, 这让他不停地自责起来, 别急, 上了车, 不一定会死, 我开口安慰道, 黎光却是没再说话, 踩足了油门追了上去, 我抽空瞄了一眼, 这仪表盘现在都已经是八十了, 然而即便如此, 我们和鬼车的距离是在不断地拉大, 过了一个弯之后, 鬼车彻底把我们甩开了, 都怪我, 黎光狠狠地拍了一下方小盘, 让他跑了, 别自责, 我们继续走, 我开口说道, 黎光却是有些心灰意乐, 去哪儿了, 三零六路是个公交车, 它肯定是要绕道的呀, 但是我们不用, 我们直接去河边等着, 它肯定会去的, 听我说完, 黎光立即开车赶过去, 果然, 我们到了河边没多长时间, 三零六路的车灯便出现了, 小车, 我来拦住它, 黎光几乎是吼出来的, 等我下了车之后, 他把车横在了河堤上, 拦住了三零六路的去路, 这场面可比警匪偏刺激多了, 我马上激活地府鬼影, 按在了车上, 如此一来, 三零六路想要冲过去, 那是不可能的, 三零六路虽然速度很快, 我们两个也是清楚地听到了鬼车隐形的怒吼, 不过, 它跑得再快, 也不可能冲过去, 但是, 就在它即将撞上的时候, 我却听到了一声刺耳的刹车上, 嘶, 当时我整个人都惊呆了, 飘移? 这我见过, 不光在电视里身边好多人都会飘移, 但是公交车飘移我还是头一次见到, 那鬼车在我们面前坐了一个十分漂亮的飘移, 竟然是朝着河面冲了过去, 完了, 本来, 我还以为这鬼车会跌进河里, 但紧接着我和黎光又看了一项特技表演, 三零六路飞了起来, 没错, 就是飞, 鬼车越过河堤, 如履平地一般, 朝着河中央开了过去, 我靠, 这鬼车不按套路来啊, 现在怎么办? 黎光开口问我, 我也没了主意, 这鬼车能飞, 我们的车可不行啊, 真要是跟上去, 瞬间就掉到了河底, 却见那鬼公交走到了河中央, 停了下来, 打开了车门, 一道人影从车中跌落了下来, 普通, 那人掉在河里了, 黎光也没考虑, 直接便跳到河里向着那个人游了过去, 打电话叫救护车, 黎光边游是边喊, 打电话叫了救护车之后, 我便远远地看着那鬼公交, 鬼公交在扔下这人之后, 便直接离开, 我松了一口气, 如果要在河面上打, 我们肯定吃亏, 没多长时间, 黎光把人捞了上来, 这时候, 救护车也赶到了, 还好救我的鸡血, 没死, 还有口气, 我看了一下那人, 是个十六七岁的小女孩, 似乎正坐在旁边瑟瑟发抖, 过了一会儿, 黎光的同事也赶来了, 在旁边给小女孩做了个笔录, 你让我查的东西, 我查到了, 一个年轻的警察走了过来, 拿出了一份报告, 递给了黎光, 黎光翻看了一会儿, 拍了拍我的肩膀, 还真让你给说中, 死者之中, 三个年龄比较大的, 是当初三零六路公交车坠河岸的幸存者, 那几个年轻人的长辈, 也都是幸存者, 我猜的没错的话, 这个小女孩的家人, 也和三零六路公交车有关系, 我指着小女孩说道, 黎光立即吩咐手下去调查, 既然已经找到了线索, 那么接下来就简单多了, 黎光立即吩咐下去, 开始调查三零六路公交车坠河岸的幸存者, 和他们的家人, 如果能找到他们, 那么至少可以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